俄羅斯成功試射可搭載核彈投了薩爾瑪特洲際彈道飛彈 總統普丁全程視察 薩爾瑪特又被稱為是撒旦二號 時速可達25749公里 可打擊1.8萬公里以外的目標 若滿載攜帶火藥量足以摧毀25萬平方英里 相當於法國的總面積 它將成為自冷戰結束以來 俄羅斯威力最強也最致命的核武器 俄乌戰爭進入第58天 俄國國防部長宣布已經攻下了馬利波 只剩下一些烏克蘭的經濟糞死 仍被圍困在亞素鋼鐵廠內 目前馬利波仍有12萬的居民受困在內 當局也呼籲立即開闢人道走廊 讓傷病以及平民撤離 俄羅斯東部盧干斯克的兩個小鎮 已經落入了俄軍的手中 而這些小鎮在兩軍猛烈的炮火侵襲下 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如今已幾乎淪為廢墟 而新俄的分子更直接在當地 掛上了俄羅斯和分裂勢力的旗幟 象徵著當地已經成為俄軍的領地 戰爭造成了無數人死傷 而這一名13歲的少女蘇菲亞 被俄軍砲擊的碎片擊中了頭蓋骨 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院方為她照了斷層掃描 發現她頭頂卡了一塊 花生米大小的砲彈碎片 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手術 醫生成功地取出碎片 接下來蘇菲亞需要努力地復健 但能夠活下來已經是奇蹟 記者綜合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緊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